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出埃及记三十八章一至七节 接着比撒列用金合宽木 做正方形凡祭坛 宽两米三十厘米 长两米三十厘米 高一米四十厘米 他在坛的四个角上 各造了一只角 使整座坛和角成为一体 并为坛包上铜 他又用铜 造了坛上一切器具 就是灰罐 铲子 盘子 肉叉和火盘 接着他又为祭坛 造了一个铜网 装置在祭坛的壁架下面 向下到达祭坛的半腰处 他住了四个环 安在铜网的四角上 用来穿上台杠 他用金合宽木做钢子 并包上铜 他把钢子穿过祭坛两边的环中 祭坛是用木板制造的 坛是空心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献祭的人生 经民众的祭坛 是凡祭坛 和烧香坛不同 旧约的时代 民众不能自己献祭 献祭是祭司的职责 代表民众向上帝表达尊崇和感恩 直到新约时代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被钉在十字架上 献上完全的祭 今天 我们可以亲自向上帝 作出奉献和感恩 而不再需要借着祭司 走到祭坛前 人的寿命 一般可以达到六七十岁 强壮的可以达到八九十岁 这些匆匆数十年的日子 我们会怎样书写自己的人生呢? 读书、工作、恋爱、成立家庭、退休 似乎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阶段可以相同 但是怎样度过却可以很不同 有人积极向前求退变 求成长 为的是活得灿烂 但是也有人混混恶恶地过一生 回过头来看自己 竟然是一片空白 一事无成 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 可以对自己 对家人 对朋友说 无悔今生 是值得感恩的事 唯有认真活过 尽力活过 才可以说 无悔今生 当我们愿意在祭坛前 毫无保留地献上一生 我们并不是失去 反而是得着更丰盛的人生 在凡祭坛上 我们愿意献上 怎样的人生呢?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拜拜